听觉行走 文化改善 听世界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听世界 本节目统策划 陆明 监制 林静 编辑 历爱芬 演绎 谢涛 制作 阿詹 宋文公鞠躬尽瘁之后 太子侠继位 这就是宋贡公 宋贡公继承了父亲的一切 包括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到宋贡公五年前五八四年 靖国召开盟会 宋贡公找了个借口不参加 结果招来靖国讨伐 于是没办法 还是老一套 赔礼道歉算是解决问题 宋贡公觉得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自己的政策应该检讨了 于是就把话元叫来了 有师啊 这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好是好 可是总招人来入侵 你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既能有面子 还能把两个超级大国 给伺候舒服了 话元就说了 主公 这个事情好办 我个人 跟靖国人和楚国人都很熟 干脆 咱们就撮合他们和平谈判 谈成了 咱们是中间人 不站队 又有面子 还把两边的关系都搞好了 您看怎么样 其实不是话元聪明 是最近一段时间 他就在想这个问题 昨天晚上刚刚想出这主意来的 宋公公觉得主意很好啊 于是就把话元派出去了 你别说这话元吧 他这个外交能力还真挺强 每次有问题派他出去 总没问题了 再加上 晋楚两国之间 本来就有这样的意向 只是不好自己先开口 没面子嘛 现在有个中间人来了 好啊 水到渠成 做顺水人情 成了 于是宋公公十年 就是前579年 话元撮合 晋楚两国 签署了和平条约 这件事 让宋国超有面子 如果放在今天 这宋国人话元 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了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故事讲到这 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对于宋国来说 面子都是话元丢的 但是 正回来也全靠他 您别忘了 宋国可是 带 还 装 三族 共同掌握的 话元是带族的 现在带族风光了 还族 那就不舒服了 话元也觉察到了这样的情况 于是他决定 给还族一些安慰 怎么给安慰呢 就是把宋国的六亲 改为九亲 话元的理由是 人家晋国都十二亲了 咱们怎么也应该有九个亲吧 否则多没面子 九亲的安排就是 话元担任幼师不变 于时为左师 荡泽为司马 化喜为司徒 公孙师为司成 相位仁为大司寇 灵珠为少司寇 相尼为太宰 于府为少宰 一共九个亲 其中化元和化喜是带族的 公孙师是庄族的 其余六位通通都是还族的 现在还族在内阁里占据大多数 按理说应该满族了吧 No 不是这样的 还有人不满族 宋公公十三年 前五七六年 宋公公去世了 荡泽把他的太子公子肥给杀了 因为公子肥和带族关系比较亲近 化元一看 好家伙 还族动手了 怎么办 各位 好自为之吧 我能力有限 我闪 他扔下这一句话 溜到晋国去避难了 化元一跑 还族 那可就紧张了 为什么呢 化元跟晋国的关系好 这地球人都知道啊 这一去 基本可以判断他是搬旧兵去了 晋国大军一到 宋国都要灭了 别说你下面一个还族了 于是 还族的于石 把于府给找来了 商量对策 于石说 我看啊 还是得把化元给劝回来 要等他从晋国搬来救兵 那就挽回不来了 于石是非常害怕的 在他的心目当中 化元那是什么人啊 那是个国际巨头 走到哪儿 哪都要给他面子的 于府呢 他更担心别的 不好不好不好 他要回来 肯定会讨伐荡则的 然后一顺手 不把咱们还族给灭了 哎 不敢的不敢的 他就算敢 也就是讨伐荡则 退一万步 就算讨伐我们还族了 总还有一个项须 是他的死党吗 他不会讨伐项须的 我们还族 总还能留下香火的 于府知道 反对也没用 于是叹了一口气说 哎 那算了 我准备逃亡就是了 有了结论之后 于是立刻上路 追赶化元 终于在黄河岸边 追上了他 有时你不能走啊 你可不能走啊 你要走了 咱们宋国没人管了 化元说 左师 你可别劝我了 我没连见人啊 身为宋国执政 却保不住太子 我 我没面子啊 我 说来说去 化元闲得是没面子 于是这回知道了 有时 你回去吧 只要你回去 我们 我们什么都听你的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化元一听 就说 哦 那 那 我要讨伐荡泽 行不行 行 没问题 一句话的事 协议达成了 化元回国了 果然 回国之后 化元立刻率领 戴祖和庄祖 讨伐荡泽 荡泽 全家被灭 荡泽是谁呢 就是荡义诸的儿子呀 就不知道这一次 他的爷爷公孙寿 有没有逃过一劫了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荡泽被杀 很快就传出小道消息 说化元会灭掉整个还族 于是 还族的人 包括于时于夫 向卫人 灵珠 向泥 仓皇出逃 到了随水 过了随水 那可就是 楚国了 化元派人 请他们回去 结果没请动 于是化元自己来请 于时 还是不肯回去 等化元离开以后 于夫就对于时说 刚才啊 您可错过机会了 化元再也不会来请我们了 我刚才看他目光敏锐 说话很快 显然 已经做出决定了 不信的话 咱们去看看 他一定非常快地回去了 于时等人 登上高处 果然远远看见化元的车 奔驰而去 于是 于时等五个人 尾随而去 果然发现 化元命令守城士兵 登城巡逻 进行防守准备 同时 派人去掘开 碎水的大堤 毫无疑问 化元要动手了 他要掘开大堤 用碎水挡住 这些人的去路 然后包个饺子 彻底消灭他们 于是他们 立刻渡过碎水 投奔楚国去了 整个还族都逃走了 化元随即将九亲 恢复为六亲 任命向荣为左师 老左为司马 岳翼为司寇 六亲当中 还族装族各一人 代族四人 随后 立宋公公的小儿子 公子成为国君 这就是宋平公 宋平公三年 也就是进道宫登基的那一年 楚国和郑国联合讨伐宋国 占领了宋国的蓬城 也就是今天的徐州 之后交给于是等人 并派了三百胜战车 帮助防守 这样就等于在宋国身边 又放了一颗定时炸弹 于是等人 随时可能率领军队 反攻宋国 宋国人能坐得住吗 一只白兔穿着西装 耶 拿着快表参加宴会 还知道 耶 啊 重新攻略 重破进阶线 用几人潮画面 只为了当我的表演 What's the funny What's the funny Neely Jay-Z I will love it It's so complicated Welcome to my party Paris shit I'm bringing empty Just into the lake and broken Welcome aboard Zither Harp I'm the strong I'm strong enough 好重之转 反对又怎样 I'm the strong I'm strong enough 狂乱的世界 经过完全失控的光项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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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刚担任我的DJ Yeah 扶头换成唱片 刮出节奏音乐 Oh 长安幻装 穿上舞鞋 Yeah 舞台后绕身 准备表演 那一曲奔乐 Stanley Majid Don't stop jumpin' Lay hom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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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ake my own music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Can you write the lyrics like this I'm strong enough I'm strong enough 和真之中 换位又怎样 I'm strong enough I'm strong enough 混乱的世界 停留完全时空的 狂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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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